這算是回防新竹市嗎 因為一週前 對手柯文哲才來過 議長許修睿 最怕被說不挺自家人 更多次表心意 一些話也讓旁邊的侯友宜 彷彿吃下定心丸 內心或許正說 就算暫時見不到郭台銘又怎樣 至少新竹市議長 沒跑掉 尤其在煥猴傳言盛騷成上時 曾被換掉的洪秀柱 發文喊話國民黨 切莫重蹈 煥柱的復徹與痛苦 洪秀柱說不團結的下場 就是慘敗 如此簡單的道理 大家都懂 但不知為何 國民黨老是遭不惠 誰不關 希望全黨上下記取 煥柱照遜 侯友宜則留言 只要大家一條心 沒有贏不了的比賽 唯有自己不斷的強大 才會贏得尊重 也許敵人的火力非常的兇猛 在兇猛的過程當中 一時我們的同仁 在整個鄰居跟準備上 還沒有及時可以應付槍戰 但是只要適時的調整步伐 靈技隊形 再度往前衝 我們一定可以贏得最後的勝利 重提警察經驗 劃風一轉再打民進黨 從我一開始 出來代表國民黨選舉 所以所有的民進黨 Line GPT 不斷不斷的抹黑跟造謠 這些Line GPT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 抹黑造謠 有時候傷害我個人沒有關係 但是不能製造更多的 對立跟從而 GPT這條路上 侯友宜拉賴清德 一起走 TVBS新聞 張家寶晨又想串柔 他被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